给了你磨牙棒你不啃 你非要整着睡觉 你真是个倔小狗啊 小男狗到了磨牙期 见着豆馅就啃 哎呀 我感觉豆馅已经无可奈何了 眼睛被咬得睁不开了 忍着疼陪他玩 然后他又换了一个目标 准备咬他妈妈 他妈妈应该知道 他的牙齿有多锋利 所以不想当这个磨牙棒 豆馅还主动的跑过来 躺在这儿 想当第二个磨牙棒 小奶狗刚长出来的牙 很锋利特别尖 我妈妈有所防备 但是小奶狗好像丝毫没有嘴软 一直在撕咬他妈妈的脸 哎呀 他好像特别愿意咬你们的脸 都是你跟豆馅把它灌的 你看他那样 动不动就嗡嗡人 今天上午 我已经被他嗡嗡两次了 他觉得他妈妈好像不乐意 又犯了目标 去找雕像 他二姨顺从地躺在了地上 任由他撕咬 我简直是看不下去了 能不能不折腾了 你还想攻击我 就是你把他灌的 你看他怎么不咬豆包啊 豆包就不让他咬 他咬豆包 豆包就咬他 他俩互相咬 你看你脸被咬的 疼不疼啊 就你把他灌的 也不像样了 还有咬你的脚 那脚那么好吃吗 他脚不臭吗 你还想咬我 你试试 你过来 你还想撞我手机 他咬你的时候 你应该咬他 让他知道 现实生活中 没这么多人 你就是脾气好 我没说你 你看你那 不服不分的样 我去给他找个磨牙棒 让他磨磨牙 给你磨牙棒了 你不磨牙 你非枕着他睡觉 怎么这么倦的这小狗 我说你呢 这不是磨牙棒吗 好好把你的牙齿磨一磨 起来 坐起来 坐好 把你嘴张开 让大家看看 你锋利的牙齿 是不是应该磨牙了 使用具体的抑制 好